Brenzy 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 在6月30号在伦敦和全球的话来进行发布 我们非常荣幸 今天我们在海尔园区和海尔的全球的总裁周恩杰先生 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海尔的品牌增长的轨迹 首先我们非常恭喜周总 海尔作为全球第一个物联网生态品牌 在2019年登上Brenzy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其实对全球的经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的时候 但是海尔的品牌价值还在稳定的持续的增长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来和周总来探讨一下 那么海尔这个品牌价值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 是什么 因为说海尔作为一个生态品牌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 就是发挥人的能动性 特别是我们张任敏先生创立了人类合影模式 这种人类合影模式让每一个人的价值都可以体现在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上 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了变革 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网络上一个节点 形成了一个链群 这个链群包括是为用户创造价值的链群 也包括为用户创造体验的链群 那么这个链群相互进行驱动 然后为用户创造最佳的体验 因为这种用户的体验的升级 使得海尔的生态不断的成长 有很多生态方来参与到我们这种创造用户体验的体系里边来 然后创建了一种新的生态体系 而且在体系过程中 不仅是使传统的合作方实现了转型升级 也是海尔自身实现了逆时的增长 同时还孵化出了很多新的物种 使得我们的生态不断的壮大 生态引力也不断的壮大 这我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支撑了海尔品牌的增长 特别是在生态价值方面 尤其是最近的几个月受疫情影响 其实全球的很多的企业 大家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那么周总是怎么看海尔如何 和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在这种逆势的经济状况下的话 还能够继续努力 还能够持续前进的呢 我想就是新冠肺炎疫情 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只有偶然性 但对于一个企业管理人来讲的话 就是你在管理的生涯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黑天鹅事件 只不过你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发生 以什么方式发生而已 所以企业必须要具备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那么海尔这种组织载造 变成一个网络化的组织 就像虚母一样 它可以实时的对外部的变化 做出响应 我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那么今年正月初二的时候 我们一个员工到药店里边买口罩 买不到口罩 那么他在梦发了一个想法 就我自己买不到口罩 一定是很多很多人都买不到口罩 那我可以利用海尔的生态系统 打建一个平台 那么让资源方能够快速的生产口罩 所以说他们四个人成立一个团队 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初五 不断的反复的调试 正月初六上线 上线以后呢 链接了医疗物资的资源方 设备的供用方 而这个需求方2000多家 那么打建了这么一个 快速的一个医疗物资供需对接平台 那么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是在三西省侯马市 那么三西省没有一个医用口罩的受产线 那么在当时呢 那种医用口罩称了战略物资 那么他们看到了我们平台之后呢 那么我们用三天的时间 给他组织的原材料设备 包括工艺的改造 三天时间上线 达到了一个日采十万只口罩 医用口罩的生产线 那么当地政府呢 为了感谢我们这个平台和生产的赋能 给这个口罩命名了一个名字 叫海马 海是海尔达海 马是侯马的马 而且呢 侯马是以这个工厂为依托 建立一个医用物资的一个产业集群 真正的实现了生态为社会赋能 我觉得那个周总的这个例子哈 真的是深入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普通的生活 真是给我们的普通的生活的话 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价值 那么周总其实在刚刚结束的两会 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理马不停蹄的两会 刚结束就来到海尔来祝福海尔 其实海尔经历了从产品品牌到场景品牌 到现在的这个生态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过渡 那么周总也说过 长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是海尔增长的双引擎 也是为整个的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您是怎么样去看待海尔的这样的 不断的品牌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品牌呢 它是这个在消费者心目中一种认知 所以我觉得就是品牌它一定是具有时代性 你要跟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来发展 所以海尔从过去的产品品牌到现在强调 创造场景品牌和这个生态品牌 为什么要创造场景品牌 因为呢场景将替代产品 那么消费者需要的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 那么在乌联网时代它一定是万物相远 那么电器会变成网器 那网器呢它会成为生活场景里边的一个部件 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不同的这个场景品牌 比如说我们的亿联网 它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场景品牌 它建立了阳台的场景 阳台里边你可以是洗衣服的场景 也可以是健身的场景 也可以变阳台变成一个可能阅读 变成一个书房的场景 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的场景 把不同的网器联系在一起 给用户提供了更好的体验 那么生态品牌呢 就是我们要创建一种大的生态 这种生态呢就像一个热带雨林系统 那么德鲁克曾经预言 就是20年以前的预言 20年以后呢 可能企业会灭亡 但组织呢和生态不会灭亡 那么凯文凯利呢 也曾经谈过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企业终将灭亡 而城市永远不朽 为什么呢 因为城市是一个生态 所以我们建的生态品牌 就是建一个热带雨林系统 那么在两会上呢 我也对这个生态品牌的建设 包括我们卡奥斯生态的建设 提了很多这个建议 那么也要非常感谢呢 总理在两会之后 在他的百忙之中 来到了青岛 看了哈尔的这个工业活动平台 看了哈尔的体验云 看了哈尔的这个双双平台 他认为呢哈尔这种生态 不仅是为哈尔自身的发展 能够提供帮助 更主要是他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调动了每一个油光方的积极性 能够为中销企业赴能 能够为每一个创业者赴能 这呢 我认为是生态品牌 它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在这一点上的话呢 Brand Z我们每年要去研究 16万全球16万50多个国家的品牌 我们也会看到哈尔是第一个提出来 物联网生态品牌 而且渐行的这样的一家企业 其实给很多的全球的大企业 都起到了一个标杆和引领的一个作用 刚才您也提到了物联网生态品牌的话 不仅仅是给企业自身 给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更重要的我们给整个的社会赴能 给整个的社会能够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的话 来去赴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很想听听周总是怎么看 作为物联生态品牌 是如何给整个社会去创造更优质的价值的 应该说呢 就是从这点也感谢Brand Z 能够呢 非常敏锐的看到 这个物联网生态品牌的价值 而且也是在全球率先来研究物联网品牌标准体系的一种记录 我认为呢 我认为呢就是这个Brand Z 在这里为全球 要做出的表率 那么海尔认为呢 生态品牌 它之所以能够为社会这个 创造价值和赋能 我认为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可以提现 一个呢 那么海尔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要即时的开启第二曲线 那么正如这个第二曲线的作者 查尔斯汉迪所说 当你知道该走向何处时 你已经无路可走 所以说一个企业一定要在辉煌的时候 即时的开启第二曲线 所以说海尔生态品牌这个本身 也是为海尔及时的适应物联网时代 来开启第二曲线 起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海尔搭建的这个生态品牌 可以为很多宗教企业来赴能 你比如说我们给这个威海 忠诚的房车 通过物联网化的改造 把供链进行智能化 然后制造过程的智能化 和这个速度化的转型 使得他的一个房车呢 从过去一个传统的房车 变成一个智慧移动的家庭 然后消费者也可以参与定制自己的房车 那么他的售价呢 从一台24万升到了42万 在这种情况下呢 而且消费者也非常喜欢 他们愿意接受 当定价42万的时候 不是我们派脑袋来定的价格 而是召集了很多旅游爱好者 房车爱好者 他们对这个产品进行了定价 他们认为呢 在40万和50万 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价格提升60%多的情况下 令人想不到的是订单增加了60%多 所以说我认为呢 就是这个生态也可以给中销企业进行智能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认为这个生态可以给个体的创业者进行智能 那么还有一个海担会平台 那么我们呢 海担会平台这个给个体创业者 带到我们生态上来以后 利用我们的行业生态的所有的资源 给这个个体创业者 让他成功率提高了差不多五倍左右 因为每一个创业者可能要跨过一个创业的死亡股 也就是从怎么让从创业到天使人 走到A人 这一个跨越这个死亡股 那么在行业里边我们调研呢 从天使轮走到A轮 这个整个的成功率大约在10% 那么上了我们生态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天使轮走到A轮的这个成功率 大约达到了48% 也就是说这个接近五倍的成功率 使得很多个体的创业者愿意到海洋的平台上来生态上来创业 我觉得这是第三个方面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做生态的过程中 我们会关注社会的这个对社会的贡献 那么从企业自身要多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 那么我们哈尔自身的产业链呢 为全社会提供了差不多100万的这个就业机会 那么我们卡尔自平台 那么服务了4万多家企业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环境和环保方面 那么怎么可以使这个社会可以绿色可视的发展 我认为这都是生态要做一个价值 而且刚才周总您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孩儿永远是在布局 永远是在搭建自己的第二曲线 甚至甚至第三曲线 那么今年我们大家都知道 医疗还有新基建是整个经济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主题了 那么孩儿其实从之前的家电企业 其实早就在像新基建啊 像医疗等行业的话开始布局 我们其实很好奇哈 那么孩儿就是无论用户走在哪里 无论用户的体验在哪里 孩儿总能把我们的布局 来慢慢的延展到这些领域 那么孩儿是如何做到的 是如何来去在有这个先知先觉 然后在之前就会做这些布局呢 我认为孩子这个我们这个张总 孩子创始人当中创立这种这个企业文化 是以这个用户用心 而且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实在的企业 所以企业只有踏踏实在的节省 才能不断的发展 所以基于这种企业文化 那么我们呢 感觉到市场上呢 不管在经济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 市场上是不缺少基于的 缺少的是什么呢 是发现基于的严厉和把握基于的能力 所以孩儿一直在创建一种 发现基于把握基于这种能力 所以呢 因为人们对健康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创立了大健康板块 而且在这个去年 我们成为秦老师第一家登陆客战板的一个企业 就是生物医疗 而且是现在它的这个销售增长非常好 市值呢 从上市定价的15块钱 现在可能达到大约45块钱左右 上升幅度也比较大 那么同时呢 在中国推出新机舰之前 那我们就提前布局了那个5G家工业互联网 那么这个呢 也是这个新机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基础 也是一个助引擎 所以我们是因为有了孩儿这种 不断的在倒闭自己 不断的适应时代的这种企业文化 不断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这种这个理念 使得我们能够看起来 提前布局的这些产业 实际上是我们与这种企业文化和这个价值观所致 我再问您最后的一个 我们认为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屏幕前的话 有很多全球企业的领导者 大家都很好奇 作为全球这么优秀这样卓越的一个全球品牌的话 您是怎么看后疫情的世界 将会有哪些改变 那么对于全球的企业家来说的话 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和准备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自所以说很好的问题呢 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疫情下 或者后疫情之后 这个企业走向何处的问题 所以说很难回答呢 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疫情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特别是在全球疫情是什么样的走势 很难判断 第二个呢 就在疫情这个走势情况下 那么整个各个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是很难判断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呢 就是这个疫情之后 对全球的产业链 公共链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我相信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产业链 和公共链的安全问题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那么疫情也倒闭了企业 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 我认为这个疫情之后 这个全球企业数字化 网络化的转型速度一定会加快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到底这个全球化的发展 和这个区域化的发展 到底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势来发展 那么对哈尔来讲的话 我们会全力来用开放的心态 拥抱全球化 当然我们也会考虑 因为哈尔是个全球化的企业 在每一个国家和区域 也有自己的这个企业和布局 我们是可以说是 在全球化过程中 是做到本土化最好的一个企业 我们也会考虑在本土化 强化在本土的经文力 希望能够在这个疫情之下 哈尔能够通过我们的生态 通过我们生态品牌的拉动 使得哈尔能够持续良性健康的发展 非常非常感谢周总 我们也衷心地祝福哈尔 作为全球的最具价值的品牌 会在下一个时代的话 能够继续引领 那么继续给我们指出 一个一些新的方向 所以感谢周总 好谢谢 谢谢王总